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坐下来 很重要的 来寺庙呢 做布施好吗 很好 危机福报 更好的就是呢 要学习 怎样满着心呢 怎样平静 这个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心啊 是我们 我们人的这个心态 是我们人的最大的偿妇 也是一切了 所以你会看到呢 在佛教的教导里面 佛呢 一直呢 我们要修自己 没有意志呢 佛教你去修别人 去教没有 修自己先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单位 每一个人 每一个众生 如果能够自己呢 负起责任 有正面 就是有这个心 有正面 知道 在这个当下 一直观看自己的 内心的心态 通常的人呢 是很难够 很难 去观察得到自己的那种 心的状况 或者心态 你会看到的时候 当你生气一个人呢 你后悔的时候 你会知道 我死了 我不应该讲 我生气了 对不对 或者你贪心 某样东西 你去偷 或者你去无意中呢 去讲出来 你觉得很羞耻 你觉得很 哎呀 不应该这样说 很没 没面子 你才会发现到自己的问题 那么 如果别人呢 好意啦 好意跟你讲 你不用真正在里面 马上很反感 你看不到你的问题 你看不到你的问题 你马上 哇 你这样给我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又跟我讲 你又很不爽 对方 为什么 因为你对那个人呢 第一 我又不认识你 第二 我又不尊敬你 我对你又没有信心 你是谁 所以很难的 我跟你讲 你要去跟别人讲 不要 最容易的呢 就是自己反省 自己本身也可以观察 观察自己啊 等一下你的心就想 你要吃罗比巴达 等下跑去外面吃罗比达 这样 哎呦 这样堪吃的 这样多东西 你有吃什么 就去别的东西 你看 哎呀 这么多东西 我都喝给你 为什么这样的 看到吗 啊 这样观察自己的心 你才会明白到呢 我们人 人的痛苦呢 其实是自己造出来的 很多时候呢 由于我们的 无法控制 自己的念头 你是控制不了的 可是你有正念 你能够去觉知 去发现 啊 咦 这个问题呢 不要 你可以讲不要 可是你可以打 打那一张 啊 不要 你可以 换目标 不要 这东西做了等一下 会有问题的 这东西做了等一下 会发生呢 家庭分裂 这样东西 讲进去呢 公司会被内乱 不要讲 这样东西讲下去呢 很多人会 受损的 不要讲 每次要看 你的心 每次回来 观察自己本身 有正面的去观察自己 每次看自己 慢慢的从不好的 比如你有很多的贪心 啊 每次贪这个贪那个 啊 很多呢 妒忌的心 很多呢 这些 发脾气的心 啊 无知无明的心 你就慢慢看 慢慢劝自己 慢慢控制自己 慢慢的劝自己 不要去做 不要去犯 不要去生气 不要去妒忌 慢慢慢慢 你的心会慢慢的清凉 慢慢有正面的扶持 去检查自己 内心的情形动念 你去改不了它 都明白哈 我们的心的情形动念 你改不了它 可是呢 你可以 不去随从它 就是讲的这个念头 比如这个念头 我都打它 我都杀了它 不可以哦 你是佛造图哦 你有无戒的啊 你不可以 这个脾气的影响之下 伤害到别人了 看到吗 介意的好处 啊 你就 免得这个结束 免得这个不善悦 慢慢的 你的生命 你的内心 会慢慢的 开朗起来 不像以前这样的痛苦 不像以前这样的 看不开 一点点事情呢 你就很计较 一点点的事情呢 你都看不开 埋怨 啊 爱生叹气 做了这么多 没有人看到我的好处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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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叫做什么呢 我们叫做呢 Inferior complex 你的人 这种人的心啊 你不懂你自己要做什么 你有真心的心啊 confidence 真心就是不用紧 这个做的是上月来的我要做 好像你做布施公养 第一 谁会得到 你自己本身会得到 第二 你知道啊 我做了我的回向功德 给我的 往生的清晰跟读 因为这个是在 佛经里面有记载的 而且我们的祖师大哥 有每次都有讲过 而且这啊 也听闻到很多处 他有讲过 为上功德 他的一种好处 他的功德的威力 啊 能够帮助到 往生 这些众生的 往生的众生的 啊 能够投胎的好处 所以我们已经有种信任 我们要进一步的啊 啊 给自己就是 照顾好自己的心啊 啊 不要被这个 贪嗔之影响到 如果每一个人 都很遵守 这个戒律 每次有 守好这个五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学因 不妄理 而 不喝酒 的这种坏习惯 不是好习惯啊 坏习惯的 那么 以武力进入胆座 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 会很呢 进步的 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直在发生 嗯 好的一些发生 坏的呢 好像祸解掉了 发生的 你能够承受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懂得 世间法 你懂得世间就是这样的 每样东西的发生 它不是每一天 也不是永恒的 不管我们的病苦 不管我们内心的那种阻痛 那种悲哀 那种痛苦 它也是一种暂时性的 你要明白 它不是永恒 它是无常 过了一段日子 它就慢慢的消失了 没了 不见到 你会觉得 咦 你会看到自己本身呢 又去找问题来了 你会看到你的心啊 其实我们的基! 自己! 自己! 宝! Tus! 樵! 真! 你还能修道 这个定路的人呢 你是不会同意的 当你修到你 打造到你的心正的定下的时候 你才会明白到 哦 为什么佛陀要我们守接力 哦 为什么佛陀要我们做了要有真念 要有真念 来 修这个定力 有了这个定力的心呢 心才会有智慧 看东西才会明白 才会了拖那些疑问 问题的发生在哪里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不是在外面 哦 刚才都讲了 我们要去改变别人了 怎样改变 你跟他讲啊 他哦 哦 他听 他听因为你是老板嘛 他听因为你是爸爸妈妈 你是哥哥姐姐嘛 或者好朋友嘛 哦哦 可是他是老一靠啊 哦 了之后还是重发啊 为什么 因为他还自己看不到他自己的问题 你跟他讲没有用的 你讲一次 他就改一次 明天又重发 为什么 因为他活都好 就是活加一个死啊 死人的啊 他没有真念 如果一个有正念的人呢 他会看到他的问题呢 他马上改了 嘿 这个不好 他马上改了 而且也会保持正念去观察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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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内心 观察到这个不好的念头 不重生起来 不重复啦 灭到完了 他看你 哦 看到吗 正念的威力啊 多么几样 如果我们每天看见佛兰 你到死的 我跟你讲 你看见佛兰 你们在看佛法 听一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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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读佛经哦 一下就好 不要每天沉迷 二十四小时 除了睡觉 你都沉迷 不要 回来看你的呼吸 回去 跑回你的跑道 去做你的exercise 抓住你的Aerobe 你的胎极拳 为什么 现在的人啊 迷失在这个电器里面 迷失到呢 静看都没了 不要讲知识啊 你仍欲异见哪里有精神 你没有精神啊 你有这个心要去读书 哪里有心要去念经打坐 没有的 就是骗人的 所以不要 要真的去做 去走 去打坐 我 不管是在家中 或是从家中不好 这个是一个 心虚来的啊 为什么 当一个人死的时候啊 手机包不了你啊 跟你讲 因为你看那个经典啊 你念念它 可以帮你念 你自己要念的 你每天看你的 内容啊 对于你的身心不好的东西啊 你的心啊 以后啊 会堕落在那个境界里面 你看最近不是有一个 Halloween Halloween啊 那个鬼界有没有 鬼界啊 很多人死在韩国 你看 这么多人啊 要去庆祝这个鬼界啊 啊 他们是那种宗教的 style啊 啊 庆祝啊 啊我们的就是中元界啊 拜佛亚迪啊 啊 啊 我们是烧精子的 你叫老古董派的 他们是滑着唱歌跳舞的 啊 啊 不同的 可是你看啊 很多人死 那有人就问我 师父 他们会军事在那里 我当然做古辣 也做什么 因为你心就想去那边了嘛 有的还是打扮的 哇 你看 够力的 打扮好像很厉害这样子 不要啊 不要有样学样啊 不好的样 不要去学懂啊 你是活生生的人啊 有权力 有智慧 有智慧 去辨别 有智慧 去选择 所以你就做好的选择 不要更新 啊 每个人都这样嘛 现在就是这个trend嘛 trend你的头啊 trend trend 你道德的trend最好 第一 你不用怕了 人家跟你讲你老胡懂了 你精心笑笑就好 你看到新派的 你看到 每天哪里有精神啊 没精打采的 每天就是讲那些废话 胡说八道的东西 没一个震惊的东西 所以不要去学 要有正念 你要学解脱的道路 你要学呢 能够得到幸福洋的 你一定要有什么 戒定慧 啊 一定要有慈悲的心 要懂得宽容别人的错误 不 原浪别人的 对我们的过失 啊 给人家一个机会 因为每个人都是在学习 不是死群死女 因为我们是活生生的人 还可以改 只有死人才不可以改 对不对 啊 那活生生的人 我们知道能做好事吗 我们可以做 死人啊 现在有的人啊 等到死了才去啊 死了 才吩咐人家做福德给他 很奇怪呦 活生生的很多时间啊 死了在棺材里面呢 你以为 如果这样的话啊 还有意思吗 不用做了 啊 不要自己骗自己 啊 所以呢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 愉悦的主人啊 愉悦的继承人 愉悦而生 愉悦的支撑而活 啊 不过我们照何种愿 好的 或是坏的 我们都要去承担的 所以记得要保持这个正义 啊 好了 回生风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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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